很多时候都会用粉丝来煮菜 今天就用一个塔牌的浓厚粉丝 教大家做一个很好吃的 螞蟻上书 我们首先将粉丝 浸泡10分钟就可以了 腌好猪肉之后 我们用少少油 加入干葱粒、姜粒、蒜头粒 最后就爆一爆红辣椒仔 爆好之后我们就下猪肉 看到猪肉有些油走出来的时候 将猪肉的油隔走 另外我们就用一个小的煲 放入鸡汤、蚝油、麻油和盐 热的时候就将粉丝小火煮 煮到干的时候我们就关火 我们就放回猪肉进去 就放入粉丝 将这两棍皮料一起拌均匀的时候 这样就可以上菜了 这个螞蟻上书真的很好吃 好看 我会那么实际上 我会50分钟 这个小的油不太 是什么鸡汤 我会放入鸡汤 不是很小的 等我放入鸡汤 如果我放入鸡汤